一个普通的工作日 德国情报局的工作人员 像往常一样来总部上班 结果发现 办公室里撒满打印纸 每张纸上都印着同一句话 Klee到此一游 这个Klee是新晋黑客团体 就在昨晚 他们闯进德国情报局 破解了内网系统 控制了打印机 还拷走了一份绝密资料 整个行动用时不到两分半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又为何要这么做呢 本期节目给大家带来一部 深受影迷追捧的悬疑电影 《我是谁》 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 这天 一名弱弱的大男孩 来到警局自首 他叫阿本 是一名外卖小哥 阿本声称 自己就是警方 一直在找的顶级黑客 还说自己能帮忙救出 害死警方卧底的幕后黑手 但这些信息 阿本只愿告诉一位 被停职的大林女警官 警方为之虚实 只好暂时答应 让阿本和女警单独面谈 一开始 女警官并不相信阿本的话 但对方精准报出了 她的姓名 住址 身份证号 银行存款等信息 甚至连女警官 不为人知的隐私 对方也了如指掌 原来 女警官大学时期 曾经有过一次流产经历 从此以后 她再也不能成为母亲 女警官表面高冷 其实内心孤独柔软 没想到这些秘密 竟然被眼前的 这个小伙子获悉 这下女警官终于相信了 阿本开始唯唯道来自己的故事 她还没出生时 父亲就离家出走 八岁那年 母亲又自杀身亡 爷爷参加过二战 遭遭死在了战场上 阿本是被奶奶养大 可奶奶后来也患上了老年痴呆 只知道看着爷爷留下的三颗子弹发呆 悲惨的童年经历 让阿本养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 无论是在学校里 还是在社会上 她都是一个废柴小透明 连个朋友都没有 女警官听完这些 显得有些不耐烦 提醒阿本赶紧说终点 没想到 阿本却突然拿起桌上的四颗方糖 变了一个魔术 随后 她继续说起了自己的故事 从14岁开始 阿本就自学编程 将所有的课外时间 都画在了电脑上 凭借过人的天赋 她很快黑进人生中的第一个系统 成为暗网世界的一名黑客 在这里 每个人都带着假面 射恐阿本 再也不用担心自己是个异类 尽管暗网世界 有很多天赋异禀的黑客 但阿本只服一个人 那就是所有黑客 共同的偶像 X先生 据说 这个世界没有X先生 黑不进去的系统 暗网世界流传着X的三句名言 第一 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 第二 敢做就能赢 第三 不要在虚拟世界里 约束你的行为 尽管阿本将偶像的名言 奉为真理 但他一直没有什么出格行为 直到有一次 他在送餐时 偶遇了学生时期暗恋的女神 就是这次重逢 让阿本平凡的人生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正在读研的女神 并没有认出阿本 只是自顾自地 抱怨考题太难 自己可能要挂科 阿本认为 英雄救美的机会来了 当天夜里 他带着装备溜进机房 轻松入侵了学校考试系统 准备复制一份考题送给女神 谁知 刚考完 保安就将其抓了个阵着 警方惩罚阿本 扫结两天 劳动的时候 他认识了 一起扫结的黑客 小帅 得知阿本也是黑客 小帅热情地邀请他 加入自己的黑客小队 刚开始 小队里原来的两名成员 还有些瞧上阿本 不服切的阿本 现场展现了自己的实力 短短几分钟 他就成功入侵了城市电力系统 就这样 阿本正式加入团队 队长小帅告诉阿本 一个系统最大的bug 并不存在于程序或者服务器中 人类才是真正的安全漏洞 就像他们共同的偶像 X先生说的那样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安全的系统 包括人类 说完小帅便来了个现场教学 他将阿本带到一家快餐店 从门口的垃圾桶 捡起一只空盒 走进店里 然后大声指责店员 自己的订单里 少了两个甜甜圈 小帅一脸的义正词严 店员被唬住 免费补了两个甜甜圈 阿本看得目瞪口呆 接下来就是时间缓解了 这次黑客小队要集体出动 去选举现场捣乱 一名队友带着阿本大摇大摆 走向了选举现场 两人刚到门口 就被保安拦下 同伴出示了一张工作证明 这是他花了七分钟 用PS和打印机搞出来的假货 但他的表情太过淡定 成功糊弄了保安 进入会场之后 就到了阿本的表演时间了 他学着队友的样子 假扮成检修人员 在众目睽睽之下 淡定地走向宣讲台 将黑客装备换进话筒 这时 一名工作人员发现了阿本 阿本的行动进行得非常顺利 另一边的同伴也装好了监控探头 随后 两人离开会场 却和小帅会合 利用阿本安装的黑客设备 他们将候选人的选举宣传片 换成了鬼畜视频 恶搞视频还被传到网上 引发网友的疯狂转发和点赞 四人的黑客小队一战成名 他们还给自己的团队 起了一个名字 Klay 意思是小丑在嘲笑你 接下来 黑客小队越玩越疯 一会儿黑镜证券交易所 将大盘走势图变成中指 一会儿黑镜医药公司 用灯光组成 我们杀动物 接着是电商 不法网站 媒体 家具用品巨头等等 各行各业的丑闻和内幕 都被他们曝光在网友面前 一时间 Klay成为全民热议的新进网红 黑客英雄 风光无限 然而 队长小帅对此并不满意 因为他最想要的 还是偶像X先生的认可 于是 小帅进去暗望世界 想听听偶像怎么说 随后 X还发来一封挑衅邮件 这是他黑进德国情报局的邮箱 扒出来的调查档案 内容是 网络犯罪调查组 对黑客小队的评估总结 大意是 Klay是一个无害组织 影响力并不大 小帅彻底怒了 这是瞧不起谁呢 他们决定干票大的 证明自己的实力 这次准备直接入侵德国情报局 行动很快开始 黑客小队先是跟踪情报局的垃圾车 来到了垃圾站 然后伪装成清洁工 在垃圾堆里翻找目标信息 终于 他们找到一张后行主管丢掉的贺卡 贺卡信息显示 主管是个爱猫人士 于是 他们匿名发送了一个带有木马的链接 里面是一张超萌的喵星人图片 主管没能抵抗喵星人的魅力 点开了链接 就这样 黑客小队成功入侵主管的电脑 并用对方的权限 申请了四张通行证 当天晚上 几个人戴上小丑面具 趁着夜色直接刷开情报局的大门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 四个人分头行动 有人负责破坏警报 有人负责销毁监控 有人破解入门密码 而阿本则负责入侵服务器 控制打印机 做完这一切 四个人扬长而去 只留下满地废纸 上面印着 Clay到此一游的字样 事后 四人决定去酒吧庆祝一下 阿本第一次在现实世界里 玩得这么开心 他不仅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还收获了三个 惺惺相惜的好朋友 在酒吧里 阿本又一次遇到了自己的女神 女神此时也已经认出了他 阿本立即决定 今晚就表白 为了给自己打气 他偷偷去了一趟厕所 服用了两颗利他磷 这是黑客们用来提神剑脑的神药 可谁知 刚从厕所出来 阿本就看到 最熏熏的小帅 已经和自己的女神亲上了 阿本气得转身就走 小帅酒醒后 带着队友来跟阿本道歉 阿本大骂小帅是个混蛋 因为对方早就知道自己暗恋女神的事 小帅被痛骂 自觉丢了面子 立即反唇相机 陈阿本如果离了黑客小队 只是个一事无成的废柴 这话彻底激怒了阿本 为了证明自己才是团队里的最强黑客 他将一个文件包传给了偶像X先生 这是他从情报局顺手拷贝的一份加密资料 阿本根本没想到 这个意气用事的举动 会给他们的团队招来杀身之祸 第二天 小帅带着两名队友再次上门求和 还在气头上的阿本 直接跟他打了一架 这时 电视上播出了一则新闻 一名情报局卧底 被人残忍杀害 刚刚入侵过情报局的Klay 成了头号嫌疑对象 原来 阿本转发的那份加密文件 正是警方潜伏在暗网黑帮的卧底资料 不同于Klay的小打小闹 X先生是真正的罪犯 他收到资料后 传手就卖给了暗网黑帮 直接导致情报局卧底被杀 危机当前 阿本和小帅再也无心争斗 为了洗脱罪名 他们决定揪出罪魁祸首X先生 阿本联系了对方 假意要加入他的队伍 X却表示 还要再考验一下他们 他给阿本布置了一个任务 将一串木马病毒 植入到欧洲刑警组织的服务器 阿本接下了任务 他已经想到了解决方案 那就是 在X给他的木马里 嵌套另一个木马 如此一来 只要X启动程序 他们就能反向追踪 从而锁定X的IP地址 拆穿他的伪装 现在唯一的问题 就是如何潜入欧洲刑警组织总部 这里的防范 可比德国情报局严密多了 他们在总部附近租了一间酒店 日日蹲守 却始终没有找到机会 四个人于是顾忌重施 去翻垃圾堆 可惜这次 翻到的全是垃圾 他们又试着从下水道 潜入建筑内部 却发现 下水道被铁网锁住 小帅还不慎被铁钉扎穿了手掌 就在无计可施之际 阿本意外在总部门口 捡到了一张参观证 白天的时候 有一群大学生来自参观 离开时 一名学生不慎丢失了自己的证件 阿本很快就有了主意 他趁着队友熟睡 开始独自行动 祸端是他一个人闯下的 他决定自己解决 这次 阿本又独自入侵人心 他带着参观证 来到总部门口 谎称自己是白天过来参观的大学生 说是钱包落在了里面的餐厅里 首位看着眼前懦弱的大男孩 动了侧影之心 将其放进了食堂 阿本趁机在餐桌底下 安装了一个热点装置 只要有人不小心连上这个热点 他就能趁机拿到对方的电脑权限 从而入侵欧洲刑警组织的服务器 鱼儿很快上钩 阿本成功完成任务 X在收到消息后 立即给阿本发送了一个入口密码 将其拉进了自己的一个私人频道 接下来 阿本只要把相关数据资料 同步给X 就能获得对方的IP地址了 原来X早就识破了阿本的伎俩 并且他给阿本的入口密码 其实藏着IP追踪器 现在阿本的真实身份已经曝光 暗网黑帮正在追杀他的路上 只要阿本已死 卧底被杀的案子也就死无对证了 阿本慌忙奔逃 勉强躲过一劫 随后他返回酒店 准备提醒队友赶紧跑路 谁知一切都晚了 三名队友全部被一枪爆头 阿本绝望了 就在他坐在酒店泳池边发呆之际 他暗恋的女神这时突然出现 女神不仅跟阿本深情告白 还表示愿意跟他一起离开 这就是全部事情的经过 阿本来警局自首 就是想转做污点证人 获得警方的保护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他还将三颗蛋壳交给了女警官 这是他从队友的死亡现场捡到的 阿本表示 自己已经找出 查出X真实身份的办法 只要X被捕 警方就能顺腾摸瓜 端掉整个暗网黑帮 阿本随即开出了自己的条件 事成之后 他想要一个全新的身份 和女神一起远走高飞 女警官听完这一切 将信将疑 但最终还是决定给阿本一个机会 阿本立即开始行动 为了激怒自鸣不凡的X 他套上X的马甲进入暗网世界 到处爆料称 自己正和政府合作 已经将所有黑客资料 全部卖给了官方 真正的X看到了这些信息 果然气疯了 他要在虚拟世界里 跟阿本直接对话 结果却被一道密令挡住 自负的X不顾一切 直接暴力冲破限制 他没料到 这道密令正是阿本设置的陷阱 就在X冲破限制的瞬间 阿本就已经锁定了他的IP地址 几分钟后 现实中的X被警方抓捕归案 不久 整个暗网黑帮也被彻底铲除 案子到这里算是完美解决 但女警官却觉得情况不太对劲 因为被捕的黑帮适口否认 曾杀死阿本的三名队友 警方也没有找到三人的尸体 更奇怪的是 阿本上交的三枚蛋壳 经检测 居然是二战时期留下的老古董 另外 在阿本的叙述中 被钉子刺穿手掌的人是队长小帅 可女警官却注意到 阿本手上相同的位置 也有一个钉子扎穿的伤口 女警官随后去找阿本爱恋的女神了解情况 可女孩却说 自己初中毕业后就再未见过阿本 满心狐疑的女警官继续追查后 发现阿本有服用利他零的习惯 而阿本母亲的心理医生告诉女警 阿本母亲生前患有严重的人格分裂症 曾经分裂出四种人格 这种病有遗传的可能性 并且有些特定的药物会加重病情 比如利他零 一瞬间 女警官好像想通了一切 她将自己推测出的真相告诉了阿本 根本没有什么小帅和队友 另外三个人都是阿本分裂出来的人格 或许是因为孤独和药物的影响 阿本才幻想出三个所谓的队友 而交给警方的三枚蛋壳 其实是他爷爷留下来的遗物 听完女警的推测 阿本伤心地哭了 原来自己从未拥有过朋友 最让他绝望的是 如果他有人格分裂 就无法加入证人保护计划 看着眼睛哭泣的大男孩 女警官内心也是无谓杂陈 如果当年他没有流产 孩子应该跟阿本差不多大了吧 终于女警官动了侧影之心 他偷偷将阿本带到机房 并提醒他 证人保护计划 也只不过是个程序而已 阿本马上就明白了 几分钟后 他修改了自己的资料 清空了所有案底 这下他成了一个不存在的幽灵 随后好心的女警官 亲自驱车送阿本离开 分别前 阿本揭晓了自己魔术的秘密 阿本走后 女警官盯着四颗方堂出神 他再次有了不对劲的感觉 可是一切已经晚了 改头换面的阿本登上了一艘邮轮 陪在他身边的正是另外三位队友 还有自己暗恋的女神 原来阿本根本没有什么人格分裂 那天他遭到黑帮追杀后 跑回酒店 想提醒三名队友赶快跑路 不要为自己连累 却没想到大家都很讲义气 都不愿意抛下阿本 于是众人开始思考对策 最终他们选中了警局里善良的女警官 用一个漏洞百出的故事 引导女警官误认为阿本有人格分裂 这样另外三人就能完美隐藏 为了让谎言更加可信 小帅还用钉子给阿本添加了一个相同的伤口 最后 阿本再利用自己懦弱的形象 故意卖惨 唤醒了女警官内心深处的母爱 让对方主动同情并放过了他 如此一来 四个人就能全身而退 果然他们的计划成功了 然而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邮轮上 队友问阿本 女警官会不会重启调查 阿本胸有成竹地回答 不会 因为对方已经得到他想要的了 而且我们几个都是不存在的人了 说完 阿本对着镜头狡黠一笑 这时 镜头里就只剩下阿本和右侧的一脚黑衣 那是女神的肩膀 可是 左边小摔的肩膀却离奇消失 到这里 电影终于结束了 我是谁 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 不仅是一部精彩的黑客电影 同时也是一部不到最后一刻 绝对猜不到结局的高分悬疑片 但即使到了最后一刻 导演还是晚了一个花招 到底是团伙作案 还是男主角人格分裂呢 也许答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想要的真相 或者愿意相信的真相 就是最后的真相吧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下个精彩的权疑故事见 下个精彩